今天呢 带大家解密李佳琪工作了一天 所有女生一起来云监工了 哈喽 佳琪 哈喽 你好 哇 今天很酷哦 谢谢 谢谢 工作了啊 好 走 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可以让妹妹们更疯狂吗 会去帮大家保证大牌的一些活动力度 让大家可以买到最适合的福利 找寻一些很小众 很有趣 很新颖的美妆品牌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所以你们期待一下哦 有人给你安排了玄品老婆拍了哦 多看看 谁啊 哇 原来是他们 我知道咯 你的朋友是谁啊 你们想知道吗 期待一下 哈喽 Nice to meet you 嗨 Nice to meet you 所以今天很容易是请到了CT的创始人 来到我们的连线环节 对 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 整个2019年是了最喜欢的一支豆沙色 顽色 顽色现在是一种时尚潮流 他如何理解顽色 我认为眼睛是一个很大的颜色 在亚洲的颜色 这些颜色像是蜜色的 蜜色的颜色 哇哦 再次就是这种蜜色的颜色 然后这种颜色的颜色 我认为这种颜色的颜色颜色 很棒 你会考虑为亚洲人出限定的口红颜色吗 我们有几个颜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 甚至更多颜色 会不会有接下来的计划 是做更多的惊喜给到消费者 我们有很多热情的颜色 但我不能够 能够展示它们 它们来来来来 但非常棒 你好 Austin 你好 要给所有女生选择一款 最适合的 TUBE FACE的产品 你会选择哪一款单品 我认为 你一定会是 Sweet Peach Eyeshadow Palette 它尴尬 像一蜜 你想咬它 你是如何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 然后把它运用到产品当中 你有什么化妆的小tips 可以交到给我们所有女生 我有一个惊喜给你 Dana Happy Birthday So cute Hello Lizzy 你好 你是怎么样在屏幕上 保证永远是无死角的一个状态 皮肌肌肌肉 非常重要 因为我也想尽不穿很多皮肌 我只想尽不穿很多皮肌 只是想尽不穿个人 在一些电视 所以Augustina's Potter 我当年发生这一年 她会使用它来修理我皮肌 然后发生了一个美丽的浮泡 然后在今年这个年代 它变成了一个最优惠的 produk 我希望发现更多的东西 我希望我再发现一段时间 你在使用这款AB霜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oh my god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Lizzy今天给我说这个产品我都已经完全被种草了 我的天呐 你本人真的是白到发光 代表我们的粉丝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皮肤是怎么样养成的 我八岁开始就防晒了 真的 他们总觉得我会有很多很多的步骤 我说其实没有 我的秘密秘武器就是 全眼音声的377 这款产品真的我本人也非常爱 就是我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了 377的美白面霜 如果你想要你的美白更加的巩固的话 用完这瓶精华你把它可以全脸涂 好的 其实我已经有了 我还想说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多送几瓶给你 那佳希哥何岁到底谁更白呢 Huda Beauty是怎么诞生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可恶 我记得我开始在化妆上 然后让我感觉到很可恶 我感觉到很能力 我也想有一天可以有自己的品牌 但是我觉得这个责任真的挺大的 所以我很佩服你 Huda Beauty这个品牌 大家一想到这个品牌会想到眼影 下一个潮流的趋势是什么东西 A lot of the beauty inspiration recently has come out of Asia We're working on some very glowy beautiful skin products I feel like skin is like sexier than ever Even like shimmer like I want more natural Skin is always a trend But now I feel like more than ever It's like super trendy Bye bye You look beautiful 完美新物种 尽在天猫国际 InnsBeauty 4月25号千万七出楼看她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